民生消息首先要为您报道的是 省电又环保的LED灯泡对民众来说 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 而现在经济部正在研究补助方案 对每颗家用灯泡补助200块钱 大约是一半的价格 很多消费者都表示这样的确可以提高他们购买的意愿 只是补助经费估计要10亿元 是否定案要下个月才会揭晓 想买灯泡来到卖场 放眼望去应有尽有 但价钱和用电效能却大不同 一颗12瓦的省电灯泡价格约100元 但LED原型灯泡售价却在399元到500元间 为了提振购买意愿 经济部研拟加用LED灯泡补助方案 目前倾向一颗补助一半的价钱 省电省钱啊 它就是使用性要长久啊 这样子啊 所以补助会增加你使用的意愿吗 当然会啊会啊会啊 你之前有用过LED灯吗 没有啊 那补助一半你会不会考虑接受 会啊 除了提振景气外 还就是为了环保 业者表示 以灯泡使用期限来说 一颗省电灯泡可使用3000到5000个小时 而LED更可使用25000到3万个小时 至于在电费部分 以每天点亮8小时 连续365天方式计算 一年一颗LED灯泡电费140元 比省电灯泡便宜129元 更比传统的白色灯泡 要省下一千零二十八元 如果说是四百块的LED 补助两百块一半的话 当然对月期一定会有一定的成长 那我们预估大概会成长一到两成 经济部能源局严拟 每颗补助经费五成以上 大约两百元 计划补助好几百万颗 总经费约十亿元 博之后还在讨论阶段 具体补助方案将在一个月内提出 记者陈晓清 陈信龙 台北报道